快到完治疗的季节了 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调教治疗 我们只要抓住它 好 它现在在挣扎 在叫 不要管它 我们轻轻地捏住它 然后把它翅膀收拢 轻轻地收拢 然后按住它 等一会儿它不挣扎了之后 好 再等一会儿 好 它安静下来了 好 这个时候打开手掌 它就已经调教乖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其原理是利用治疗的记忆力比较短暂 但按住它一会儿之后 它就会忘记了危险 然后就会慢慢地乖乖地在我们手上了 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间歇性失忆 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在你手上乖不乖 如果它在你手上有那种不乖 想动的动作 你必须还要马上按住它 然后它又会挣扎 挣扎一会儿 它又乖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用小米13 Ultra拍出来的颜色 虽然更接近原来的颜色 但是它的这个色调有点偏黄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调好 你们看 彻底乖了之后啊 是我们怎么动它 它都不想跑 怎么动都可以 你看 它最多换个位置 它是不想跑的 然后我们摸它就不用那么温柔了 首先轻轻地摸一下 然后慢慢地用力用力 怎么抓它 它都不会跑了 知了是我们民间对它的俗称 它的学名叫蝉 是半吃木的昆虫 所以它也有着半吃木的标志性口气 刺激式口气 就是这根肠肠的吸管 蝉的发生原理啊 在于它腹部的骨膜 通过骨膜的震动来发生 那就是这一块 看它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啊 再摸摸头 摸摸头就乖了 嗯 乖一点啊 大家在野外听到的蝉鸣啊 多数都是熊蝉的叫声 这也是它的求偶声 虽然部分的磁蝉它也能发声 但是它的骨膜发育较小 声音比较低 而且多数是在飞行的时候发声啊 当磁蝉靠近发出声音 被熊蝉捕捉到的时候 熊蝉就会以更大的音量 把它呼唤过来 玩治疗理论上来说 虽然没有什么危险 有时候它会把你当成树皮 用这根吸管扎你一下 被扎到的话还是有点疼的 但是被扎的几率非常小 所以这里一般不用担心 学会了吗 学会了赶紧去试试 研究论